小时候,我房间的门锁坏了,妈妈再也没有找到修复了 到现在我都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我书桌上面有一扇窗户,在我写作业的时候,我总觉得窗外有人在看我,但我不敢抬头,现在想这有点像惊喜电影的感觉 那时候,卫生间是最让我舒服的地方,尤其是在泡澡的时候 云渐昌说过电影让人类说明延长三倍,照这个逻辑,浴缸里的水至少让我们童年延长了两倍 我看就这样子吃了 你这样子 你跟拍拍了 我也是 某一天我妈告诉了 我们家附近的露天泳池有个小孩发生了意外 整个泳池被关闭 我有一些失落 我好像也说不上 那几个月后我去了外地上学 又过了十几年我出去读书 在我住过的所有宿舍里 都没有浴缸了 是 我们一位女性做出了了长期的宿舍 我可以在衣服的派防 一切就是我可以去船游泳 我可以在船游泳中 我可以去船游泳中 我可以在船游泳中 很大喜悦我相信 我可以说 半天落后 他们在船游泳中 但他们在船游泳中 但是他们在船游泳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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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